推出董事会收购并私有化推特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故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ilyna 美国4月25日周一 推特的董事会最终和特斯拉的CEO马斯克达成协议 马斯特将会以每股54.2美元的现金购买方式全资收购推特 交易总价值达到大约440亿美元 交易完成以后 推特将退市成为一家私有化的个人持有公司 到这里 马斯克的收购事件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本次收购过程中的曲折可是不少 而马斯克本人为此次的收购做的铺垫也相当的多 他到底是为什么收购推特 收购一家不怎么盈利的公司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马斯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抨击推特用户没有言论自由 并且表示公众希望有一个可以最大限度的 信赖和包容的公共平台 但在同一时期 他却开始悄悄买入推特的股份 3月14日 他买入推特的股份达到警戒线5% 按照美国法律上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5%后 需要在10日之内披露所持有的股份 但是马斯克没有这样做 他继续试价收购推特股份 直到直股达到9.2%后的4月初 才向公众披露 推特的一些股东表示 马斯克这样的行为导致推特其他股东 无法享受披露后带来的股价上涨红利 并表示马斯克这样涉嫌超纵股价 即不正当得利 在成为推特最大的股东以后 推特曾宣布马斯克将加入董事会 然而在4月10日 推特首席执行官表示 马斯克最终决定不加入董事会 费了这么大力气去抨击推特 同时悄悄购买股份还不披露 马斯克如果不是为了加入董事会 建设推特的话 那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4月14日社交媒体公布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意向 他将要以54.2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100%的推特股权 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 如果马斯克在推特董事会任职 那么他的持股规模不能超过14.9%的比例限制 也就没有办法收购这家公司了 推特方面对马斯克收购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收购消息一出来以后 推特董事会一致批准了一项为期一年 于2023年4月14日到期的股东权利计划 这项计划显示 如果有人未经允许只有超过15%的公司普通股 那么推特剩余的股东将有权增持届时市价为两倍于行权价的普通股 这个计划被称为毒丸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司用来防范他方进行恶意收购的方式 推特的回应表明他认为马斯克此次的收购行为不怎么样 为了增加收购的可能 马斯克甚至拉来了大型投资者和共和党议员给他撑腰 4月21日证券备案文件显示 马斯克已经从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和巴克兰银行 收到了大约465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函 此外法国新业银行瑞穗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也参与其中 就在一天后18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人 联名致信推特董事主席要求保留所有与马斯克收购提议有关的记录和材料 大有指责推特力挺马斯克的意思 随后推特一步步退让 并最终决定接受马斯克的收购 至于马斯克为什么要收购推特 一定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的 部分人认为作为推特上关注者数量最高的用户之一 马斯克在推特上的发言给他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利益以及实际利益 更自由的发言环境将会使这项利益更大化 当然更多的人则认为野心薄薄的马斯克肯定是希望通过更优化的管理方式 使推特本身蓬勃发展 那么至于本人究竟为什么会收购体量和收益都不怎么亮眼推特呢 那就只能等日后马斯克来亲自回答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